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楓 今天這一集呢是楓的牙套第二 那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牙套最近的一些心得 那我牙齒呢已經戴了差不多有大概快三個月了 那回整的次數也非常的多 那我牙套呢在這幾個月時間呢 回整了之後 醫生有幫我調整一下那個線 對 那個線有幫我調整一下 然後他就會問我說 你會覺得你自己牙齒有變整齊啦 我當然當下是三條線啦 因為照鏡子看的時候牙齒的爆牙部分還是存在啊 只是下面下排這邊有變整齊了 但是牙齒的結構還是不是那麼的完美 那上面呢可能有幾顆需要拔牙 但是醫生有跟我講說 你要選擇發牙方式還是選擇不拔牙的方式 因為拔牙的話呢 他自己也覺得說會比較容易有那個縫隙 然後要慢慢等他的牙齒拉拉拉拉拉到整齊 然後再來一點就是 醫生呢可能會怕我拔牙會比較痛 可是拔牙會上麻藥 但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有拔過製齒下面這個製齒的經驗 所以我會覺得說拔製齒真的比拔一般的牙齒還要痛 因為製齒是長在後面有神經的部分 那神經的部分呢可能會連著這個牙齒跟牙肉的空間會比較大 然後就會導致牙齒非常的痛 然後再來就是我每一次要回診的時候呢 一定要先去預約 不然那一家牙醫可真的會 每一次去都爆滿人啊 而且不只是預約的人 還有現場掛號的人都非常的多 那醫生也只有一位 也沒辦法那麼快的準時就會看到下一個病人 所以每一次去看牙醫都要非常有耐心的等待 好然後我牙套呢有在幾天 幾次之後有掉過兩次的經驗 對 第一次是我在刷牙的時候 刷一刷突然後面這一顆 對 旁邊後面上面這一顆 突然掉了 鬆了 但是我有把它使者推回去 但是還是黏不住 那時候才剛裝牙套 所以醫生會跟我講說 喔 那你牙齒本來一剛開始就會比較鬆動 所以不用緊張 如果有問題的話就可以打電話 跟醫生講 然後什麼時間內趕快回去 再把它補黏一下就好了 那第二次的經驗是我在洗澡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咬到硬的時候 感覺這個下面你的牙套有點鬆鬆的 後來我再看一下的時候 它就整個掉下來了 那是卡在線上面 卡在這個線上面 那這個線呢 剛好可以平住那個牙套 所以我又把它弄回去了 不過隔天剛好是我要回診的時候 所以我就回去黏了一下 對 跟醫生講 那我到目前為止 牙齒痠痠的情況是在拉完的時候 拉線之後呢 可能會覺得牙齒會比較痠一點 那如果痠的話我會使用 就是比較抗敏感的牙膏 可是痠的程度我覺得還好 因為對其他有戴過牙套的人 沒有那麼大的敏感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牙套日記不會那麼快 每個月都在拍攝 因為每個月只是調整一下牙套的話 可能跟你們討論這些經驗 也覺得只是跟一般 我們去看醫生一樣 對 只是問問你哪邊有症狀 對 就是這樣 如果在這幾個月內 我可能如果要拔牙的話 之後可能會帶那個橡皮筋的部分 橡皮筋就是要固定牙齒 要讓它趕快合起來 會比較有外觀上的改變 對 讓牙齒比較美觀 所以帶那個橡皮筋的話 會比較難吃飯 難咬 那有些人就說 橡皮筋是要拿掉的 然後也不能吃那種 會沾黏到橡皮筋顏色的食物 譬如咖哩啊 咖啡啊 或是一些醃漬物啊 還有什麼 讓牙齒會比較變黃的一些顏色 那些食物盡量就比較少去吃 好 然後再來我就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購買一些 彈牙套的一些工具 酸食工具嘛 就這一個 這個是那個我在日本代購跟他們買的 因為我在台灣的日本藥妝店 不管是去哪一家都是 大部分都賣台灣的藥品比較多 然後日本的也有賣一些 但是我沒有找到這一款 這一款是大正的口內膏口內鹽 那日幣好像是1000還是 我有點忘記價格了 然後我看那個網拍上啊 這個代購給的那個圖片是比較 看起來比較大的 像那種 削片 對 可是 我一打開來看 哇 這麼小啊 對這麼小 你們有看到嗎 對 這樣子是10顆 對 那我現在還沒有用嘛 因為我的牙齒啊 之前 剛拉完的時候 那個下面的下排會比較下來一點 所以吃東西會比較 就是會刺進你嘴巴嘴邊的肉 就是臉頰旁邊這個肉 然後 現在呢 又開始再調整 又再往後拉的時候呢 醫生又幫我再重新的鎖上了 後面呢 現在是放這邊 上面的地方 再開始 刺 對 現在 講話是還好 不過你 如果沒有時間去喝水的話 嘴巴會越來越乾對不對 越來越乾那個臉就會 更浮貼在你的牙套上面 那 一要講話的時候 他就整個刺 就整個有感覺 就很刺 就很發 就 就很生氣啊 很想打人啊 很想 把整個牙套拔掉啊 我不要撞了啊 這種感覺 就很想衝去撞牆啊 很想衝去 呃 拿個木 撇椎木板這樣敲敲敲敲敲敲自己 你知道嗎 那我之前刷牙的時候 是不太敢用力刷 那現在我都無所謂了 就盡量的把那個 牙齒卡住的東西 把它刷乾淨 對 醫生也跟我講啦 不用怕牙套掉啊 牙套掉了 你就可以回來 我再幫你補上去就好了 然後我還有買了 其他的東西 像這個 這個我也是在網拍上面買的 那因為外面很少賣這種 小型的食物剪 這是類似像給 嬰兒吃副食品 要拿的那個剪刀 剪食物的 那還有一個盒子 這是Snooby款的 有一個盒子 這樣子 因為它的材質是塑膠的 不過它上面有標榜 這是日本的 一個知名的牌子 然後它有標榜說 可以耐高溫200度 那我還沒有實際用過 就感覺這個刀子不夠綠 比較鈍 感覺剪東西下去 有點怕說這個 剪刀會壞掉 因為這個剪刀還蠻可愛的 造型對 就很像小朋友在吃副食品那種 然後它還有一個頂接型 有一個收納盒 後來 我又在書局找到了這一款 這一款是有一個剪刀的套子 這也是食物剪 然後它也可以耐溫100度 雖然沒有比剛剛那個 耐高溫 但是也相對也是蠻安全的 而且這個是比較綠 比較綠 那我們就拆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是神奇寶貝的 其實造型不重要啦 重要的是實用就好 就是這樣 那我附一個那個剪刀的套子 然後我們套上去就可以這樣 很像一個美勞作品的一個剪刀 然後它的那個耐高溫可以到100度 用套子的話會比較衛生啦 因為我覺得 你洗一洗如果放在外面 搞不好會生鏽啊 或是比較潮濕的話 會對剪刀的那個耐用度不好 那這樣子如果那個 像是我吃過就是有五頭類的 像排骨啊 或者是 比較硬的一些食物 堅果類啊 或是什麼 如果突然想要吃 那我就可以拿這個食物剪 哪怕再剪小一點 對 因為有一些真的 咬 剛 拉完牙齒 會比較 牙齒會比較 難咬 會比較有感覺 緊 對 所以咬東西會比較硬 對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要吃東西 要小心一點 那再來牙齒的 注意事項要有什麼呢 就是要保持它的整潔跟乾淨 對 就是 盡量牙刷要常常換 不要一直說 同一個牙刷 就一直用 一直用 它的毛會整個分開 就像這樣啊 這是一個 兒童牙刷 這是醫生給我的 那正常的牙刷是這樣子 會比較完整的 那如果你使用久了 它的毛會整個翹起來 對 那種就不要再繼續使用 怕有細菌滋生啊 或者是牙刷會壞掉 那我推薦 就是戴牙套的人啊 可以拿這種兒童牙刷 會比較小 比較好清潔 然後我身邊朋友 蠻多人 就很好奇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去戴牙套啊 那個牙套的費用是多少 我都有跟他們說清楚了 那有一些人是純粹好奇啦 因為他自己的牙齒也是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整齊漂亮 也不需要到做牙刷 我就給他慢慢的癒合啊 慢慢的好 對 不管多久時間啊 反正這個牙刷的錢 我都已經花下去了 那我就只能慢慢的等待它 還有就是我的牙齒啊 對 都有一些尖尖的部分 像是虎牙的部分 那在我出去拍Vlog的時候 都會不小心把牙齒的部分 比較爆的地方都顯露出來 就很對不起各位啦 因為我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有時候在拿相機的時候 如果你拍攝會比較近距離的地方的話 會比較凸顯出你的一些個人缺點 好這以上就是我這幾個月來分享一些 我對戴牙套的一些 心得一些感受 對 因為戴牙套是個非常漫長的人生啦 如果你人生經歷過戴牙套的經驗的話 應該會增加一個人生沒有經歷過的樂趣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個喜歡 右下角也別忘了按個訂閱開啟鈴鐺 那我之後會辦一些抽獎的活動 那也請各位粉絲注意我的粉絲專頁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在真心是未來方向 尋找回應的神秘天堂